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歐國杯外圍賽分組賽繼續 D組的威爾斯將會在主場迎戰克羅地亞 威爾斯外圍賽的表現實屬平庸,導致目前漸漸偏離出線的行列 今將助陣主場面對近年多次無法戰勝的克羅地亞,威爾斯恐怕都要再遭到打擊 威爾斯在今次外圍賽的旅程中,表現出較為不穩的狀態 五場取得兩勝,一和兩負 其中兩場輸球就是主場2比4不敵亞美尼亞,作客0比2輸給土耳其 說回作客不敵土耳其,你可以說因為要異地作戰,以及實力不足這些客觀條件作為藉口 但回來主場竟然輸給亞美尼亞四球,令主場球非常失望 威爾斯在今次外圍賽上,進攻表現不算理想 五場分組賽入六球,D組內只好過拉脫維亞 射手方面,機化摩亞這些攻擊手只能貢獻一球 顯然威爾斯沒有進攻強點 就算今將有主場之力,但進攻表現無法提升之下 今將很大機會再次令球迷失望 黑羅地亞方面上將主場被土耳其擊敗,失去爭奪小組投名的主動拳 球隊目前戰績是三勝一和一負有10分 德西球比9比2,是目前D組攻防最佳的球隊 整體攻防表現其實值得稱讚 黑羅地亞戰術體系交為完善 前、中、後三線都有經驗豐富的球員 有摩特力他們和上年並肩作戰的隊友在 他們的默契度亦非常高 體現了球隊在比賽的成熟度 但上將黑羅地亞進攻上效率略顯不足 17次射門竟然沒有轉化成一個入球 帕沙利這些攻擊手是需要提升他們臨門一腳的精準度 馬羅地亞擁有最大的優勢就是他們中後場的穩定性 加華迪奧這些年輕球員已經可以擔大棋 中場線方面有三人組高華石、波索比爾及摩特利 他們都屬於攻防兼備的球員 所以說黑羅地亞有一班穩定的中場球員在這裡控制場面 亦為了金像的聖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